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洛 歡迎回到女子車室 今天我們來討論一個主題 叫做安全氣囊 不知道大家對於安全氣囊有多大的了解呢? 我們每次去買車的時候呢 銷售人都會告訴我們說 這台車它配有幾顆安全氣囊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認為 保護我們的東西是越多越好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首先呢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安全氣囊的組成 安全氣囊它是由感測器、電控單元、蓄流器、氣體發聲器 以及氣囊所組成的喔 那它的作用機制呢 則是感測器感受到車輛發生碰撞的搶物之後呢 它會把這個訊號傳送到了控制器 那控制器一收到這個訊號之後呢 它就會去作用 作用之後它就會感受說 有沒有需要打開安全氣囊 如果它覺得有需要打開安全氣囊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點火的訊號發送到氣體發聲器 氣體發聲器一收到這個訊號之後 它就會立刻點火並產生大量的氣體 來為氣囊充氣 簡單來說就是發生碰撞之後 點火、充氣 最後氣囊就彈出來了呢? 不知道大家對於安全氣囊的組成 以及它的作用流程 有沒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呢? 再來從數量上來區分的話呢 則分為單氣囊、雙氣囊、四氣囊以及多氣囊 那如果我們是從功能上來區分的話呢 則分為駕駛氣囊、乘客氣囊、前排側邊氣囊、後排側邊氣囊、側邊氣囊以及西部氣囊喔 那我們根據大量的資料研究顯示呢 在發生碰撞的時候呢 車內乘客的臉部、頭部、胸部以及腰部 是最容易受到撞擊的部分喔 這也是車界最著名的六方位部署原則喔 所以安全氣囊配置在正確的位置 才能夠保護我們的安全變得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就來簡單講一下說 安全氣囊配置在這個地方 它是保護我們的哪些地方 首先就是主腹駕駛的前排氣囊 它是用來保護我們的臉部以及胸部 那主腹駕駛座以外的側邊氣囊呢 則是用來保護我們的腰部 那如果是ABC柱內飾板內的安全氣囊 則是用來保護我們的頭部 所以你在購買車輛的時候呢 可以稍微詢問一下說 那你這根安全氣囊 彈出來的時候呢 主要是保護我們的哪個部位 這些安全氣囊是怎麼保護你的 正因為如此 一般的汽車都會配置前排雙氣囊 前排座椅外的側邊氣囊以及側邊氣囊 其實這樣子的安全氣囊配置呢 就可以達到舒適度以及安全度的範圍囉 所以安全氣囊真的不是越多越好 要配置在對的位置、對的數量 才可以保護我們的安全喔 不過目前對於安全氣囊 並沒有統一的規範以及制度 所以都是根據各車系 它自行去設定安全氣囊彈出的標準 但我們根據資料顯示呢 安全氣囊彈出的標準呢 其實跟撞擊的角度以及撞擊的位置 有非常大的關係喔 那我們簡單的整理一下下面三點 只要你滿足下面三點條件呢 基本上安全氣囊都是會彈出的喔 首先第一點就是速度 安全氣囊它會設置一個彈出的速度 就是假設說你的時數大於50或是大於60 安全氣囊才會彈出 所以你在慢速撞擊的部分 安全氣囊是不會彈出的喔 再來第二個就是撞擊的位置 因為我們前面有說到 是要感測器感受到撞擊 安全氣囊才會彈出 所以你的撞擊位置必須是要在感測器附近 感測器才會感受到你的撞擊 才會去發射後面訊號 促使安全氣囊的彈出喔 那感測器一般都在車頭正前方的60度以內喔 所以如果是在其他位置撞到 可能就不會彈出囉 再來第三個就是要撞到剛性的物體 所謂的剛性物體就是比較堅固堅硬的東西 例如說石頭啊或者是牆壁 安全島啊這種比較堅硬的東西 所以我們如果是撞到貓啊狗啊或是人 安全氣囊很有可能沒有彈出喔 除了滿足以上三點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很多車器它都會設定 一定要在吸安全帶的情況下 安全氣囊才會彈出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吸好安全帶 不過安全氣囊它真的也不是萬能的 它只是一個輔助來保護我們安全的東西 最重要的還是上車一定要吸安全帶 注意洗車安全不超速不酒駕 不吸吸不玩鬧 才可以保護我們自己的安全 也保護家人的安全喔 不知道大家對安全氣囊是不是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了呢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想知道或是有興趣知道的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如果我們發現不錯的主題也會拍攝成影片 介紹給大家知道喔 我是小洛記得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任何新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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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階段 我們找到達的